公式其实差异在哪里 其实就只有差乘上24 乘上12 乘上3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24个字 这边有8个 这边有12个字 这边只有3个字 所以利用类似的概念 你可以演变出其他的 所以也许我蛮希望你们可以去处理什么 像那个诗词曲 不过诗好像比较OK 因为诗的长度是固定的 那你如果诗的话 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容易了 曲好像也长度不一 所以诗的话其实或是五言七言 固定五个字七个字的话 所以你可以拿五言所有的资料 拿来把它放在一样的位置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第一个是把资料放上去 第二个的话可能你要处理什么 查询 因为我们可能蛮需要 就是我想知道 某一些资料里面 有没有什么我想找的 这些相关的关键字 有点像Google一下 你Google打上去 可以把答案掉出来给你 但是问题有些东西 Google也没办法帮忙 你就必须要自己把它变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就是 请你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八栏 因为它麻烦的地方 旁边有编号 上面有编号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需要有编号的话 我没有办法用什么 用Colin跟Row 这个前面有讲过 那所以请你把Colin跟Row做出来 怎么做 非常的简单 不过前提是要会 把它Delete掉 上面没有编号 左边也没有编号 那编号由谁决定呢 由那个叫Colin的函数 纵向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横向是Row 那我做的方式 一 一样用文字 的那个什么 MID函数 OK 这个一样 二也是一样 这个来源 F4 然后呢 把它锁起来 几个字 从哪个字开始呢 上面本来不是有 1234吗 那我要点它 可是上面没有怎么办 请你输入 COLUMN小瓜糊 不过特别注意 Colin这个函数 我是建议你可能要稍微 可能是要背一下 Colin 就是蓝 它会抓到1 意思就是第一蓝 你现在在第一蓝 那我们刚刚 是拿什么呢 拿这个 乘上3 所以它现在是3 但是我要从第一个字开始 所以减掉2 好 这样子 要几个字 要三个字 人之初 确定一下 看一下 向右 OK 可是向下呢 不OK 为什么 因为它永远都是去抓 固定的那些字 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一样的道理 加上 增加一列 就多24个字 增加一列 又是 增加24 所以这边加上什么呢 Raw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Raw这个小瓜糊 它会抓到现在的列 现在列是第一列 把现在第一列先减掉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列不需要加上24 下一列才需要加上24 所以乘上24 搞定 看得懂吧 OK 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但是你要去理解它 没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打对一次就搞定了 OK 很多事情就变真的很简单 而且 卡伦跟Raw有个优点 就是它不需要 去锁栏还锁裂 刚刚不是B还要锁E吗 A还要锁 A栏要锁起来 这个都不用 直接按个确定 向右 向下 而且你会发现向下 你还可以怎么样 快点 我记得好像快点两下 不行 好像自己往下拉好了 放开 多的怎么办 这些也是一样 Ctrl 需不向右向下 再把它清除 全部 OK 八个栏位 就完工了 那当然 一样的方法 请你们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这个改成乘以4 跟什么呢 乘以1 不过 其实我比较 比较需要你们做的是什么 乘以1就可以 因为等一下还要教各位查询 怎么样去查里面的资料 那怎么样查里面资料 你分在太多栏不好查 你如果分在同一栏的话 就很好 同一栏的话 第一个当然 把这些删掉 2的话呢 一样在这边 做什么呢 其实 我记得好像应该 不用改太多 把什么呢 24改什么 一栏哦 对 这样的话呢 改完之后呢 你把它向下填满 但是它好像有400多 所以你就比较麻烦 你要跑到400多 如果过头的话 可能要再往上一点点 多的话没关系 再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大概到472列 底下的部分就Ctrl-Ship向下 然后把它清除 全部下面部分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哦 它就会把我们这里面的人资出 一直到 那顶多是插入一列吧 插入一个空白列 这边就 不对 插入空白列变成什么 它好像向下了 所以 等一下如果说我今天要查询的话 我会希望在上面 多增加一个什么呢 内文 比如说这个栏位名称叫内文 待会我会教各位 把那个资料查出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向下 第一个就不见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变成要把里面的公式 再改一下 如果我要抓什么 往下 应该是列 列的部分 那列的部分的话 变成什么 本来是减1嘛 这个时候要减2 减2 如果我插入一个上面标题 标题列的话 那人资出往下 变成这底下要重来一次了 往下拉 拉到473 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呢 做完这样子 就是我希望的内文 那 这个要做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配合什么 资料里面有一个筛选 筛选里面呢 就会有个关键字查询 叫文字筛选 如果它里面有包含什么 假设我要查什么 查人 到底 那个什么呢 三字清里面呢 人这个字出现过几次 如果你要做查询系统 这样的话呢 它里面只要有包含人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出现 它会自动帮你 把这两个做出来 有没有 三字经里面有出现几次呢 就两次啊 有没有 OK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做查询系统 第一个取得网络资料 第二个把它分割 看你要分在几栏啊 因为每个人 每个对于查询的需求不一样 那如果你只是希望它全部放一栏 你就放一栏 那如果像五言 绝句 或律师 绝句也许是四栏 如果你要分开的话 那如果律师的话 可能就是有八栏 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 去做不同的动作 然后呢 你可以做查询 内文查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的 查询系统 所以呢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 我们刚刚主要重点 一就是把 Colent这个 把刚刚那个上面编号删掉 左边的编号也删掉 用Colent跟Row 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